弟兄姊妹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就是咒诅对比喜乐的身份 因为我未觉这个信息 我心里里面一直在默想 一直在祷告 要怎么样子呢 让弟兄姊妹明白天父的爱 还有你的身份的喜乐 你身份的能力 你身份的权柄 the power of your identity 所以我今天我希望说 圣灵会帮助我们开始明白过来 我的身份的能力 我身份所带来的权柄 我的身份所带来的医治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在我心里里面 其实是非常多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相信圣灵会帮助我 讲得明白 我还没有看PPT之前 首先我要先讲到 当下我们在疫情当中 那么我们会有两种的状况 会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思维里面 或者是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那么如果你就是其中 这两个里面的其中一个 或者是你也正在经历这一种的东西 发生在你的思维和生活里面的话 我宣告说今天早上 耶稣要释放你自由 那么当我在分享的时候 如果你说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你就立刻说 耶稣释放我 耶稣医治我 耶稣的平安我领受 我身份带来的喜乐 我身份带来的权柄和能力 我领受他 我要领受他 那么第一种的状况呢 就是我们平常在做医治 释放我讲到释放 就是牵涉到港鬼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一般上呢 在教会里面的成长过程里面 所以我讲一些我自己曾经走过的 这个信仰港鬼的旅程 那么没有什么对跟错 我只是希望弟兄姊妹呢 开始提升我们对我们天父的认识 对你身份的认识 因为当你越认识天父是谁的时候 你认识天父的身份 The identity of your heavenly father 然后你如果认识你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呢 你整个生命呢 就活得非常的喜乐 非常的得胜 你就不需要再一次呢 追着魔鬼跑 你也不需要再一次的 再不断的再担心 我的生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我祖宗十八代 还有咒诅还没有解决 我是不是还有很多隐藏的罪 或者是我忘记了 或者是我上一代 有做了很多隐藏的罪恶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一些的咒诅呢 就一直的在挟制救我 困扰救我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 在这种的状况里面呢 特别是在现在在疫情的时候呢 大家都在这一种很消极 负面的环境之下的时候 这一种的惧怕 怀疑就会越来越多 就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呢 我讲到说呢 我今天第一部分的状况 现在专注在呢 当我们在做港鬼的时候 面对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 所谓我们认为 觉得说是被咒诅的状况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害怕 那么弟兄姊妹呢 这种的东西呢 现在呢 在教会里面呢 如果我们不再提升自己的话 我们就会越来越跌在 那一个惧怕 那个借鉴呢 教会呢 我们在港鬼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平衡的 东西出来 这个不平衡的地方呢 就是呢 我们一直把焦点放在 魔鬼的厉害 魔鬼的本事 魔鬼的能力 魔鬼很大很大 然后你的上帝很小很小 所以呢 这一种的 失落的信仰呢 就会慢慢地吞吃了 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也会慢慢地吞吃了 我们信主的那种的喜乐 每一天都活着 非常的担心 惧怕 恐慌 我的家族 是不是还有什么咒诅 我这一个人 为什么还没有得示范 祷告了这么多次 还没有得示范 是不是还有隐藏的罪啊 隐藏的咒诅 所以很多人就玩着罪和咒诅 一直地 我们就是一直地追溯下去 不断地追溯 追溯到祖宗十八代还不够 然后可能要追溯到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个 有一个tendency 说我要不要飞到中国去 看看一下我的祖宗在中国呢 做了什么事情 以至呢 今天呢 我还是在活在他们 当初所犯罪的咒诅之下 那么这一种就是我们 今天呢 仇底给我们呢 许多的这种的谎言和惧怕 所以呢 我真的是看过好多的朋友 我不是 今天我不是在笑他们 我只是觉得说 因为呢 我们没有把真理分享出去 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他们 他们的身份的全病 能力和喜乐 导致他们活在 仇底的这个 瑕疵里面 所以呢 他们活得非常的 痛苦 非常的惧怕 那我甚至听到 有一些人 他们常常给自己 这个当然是 比较倾向灵恩教会的 或是先知使徒的 就是常常呢 给自己做 示范祷告 示范祷告 然后赶鬼 然后切断咒诅 那么我要先 声明说 我绝对没有反对 示范祷告 医治祷告 或者是切断咒诅 我绝对没有反对 我只是要希望能够 带出一个平衡点 这种的切断祷告 切断咒诅 或者是捆绑魔鬼的工作呢 如果我们在过去的旅程里面 在信仰里面 在被教导里面呢 过去的我们都会 都的思维呢 就是一只焦点放在魔鬼 一只焦点放在咒诅 然后呢 我们一直被这一个焦点 所控制的时候呢 我们心里面就非常的恐慌 害怕 所以甚至有人跟我讲说呢 他的家人啊 太害怕被咒诅了 一只焦点放在切断咒诅 捆绑咒诅 示范咒诅 切断这个咒诅 然后他说连吃饭 谢饭祷告 也要一直捆绑构 捆绑魔鬼 离开我的家庭 离开我的先生 离开我的孩子 这个有 这种的 然后他越切断越捆绑 好像越真实 你知道 然后就觉得说 真的好像很多 很有力量啊 所以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你要小心 他切断祷告 要捆绑魔鬼 要捆绑切断咒诅 可能要十分钟 十五分钟 你就是等不下去了 然后你会觉得说 这种的生活 会不会觉得太过于神经兮兮 太过于不正常 如果这一种的生活方式呢 跟外面的没有信主的人 在一起的话 他们肯定骂我们基督徒 神经兵 骂我们基督徒 这些是疯人 这种的举动呢 的确是很像疯人 很像神经兵 弟兄姊妹 你要记得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成为世界的观 世界的眼 意思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要给世界带来盼望 我们要给世界带来喜乐 我们要告诉他们 放下在这里 但是如果我们这么奇怪 这么神经兮兮 这么多的惧怕的话 我看没有信主的人 比我们活得更潇洒 更有喜乐 他们更就是潇洒 走一回就走好了 反而我们每天 这么住住 这么专注在魔鬼的工作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我刚才讲说呢 他一直追踪 我还有你 你还有 祖宗的罪还没有认 祖宗的咒诅还没有切断 然后另外一种的状况呢 就是呢 一直去研究魔鬼 还有什么鬼啊 还有什么鬼 然后他们说呢 三分之一的堕落的天使嘛 成千上万几亿的天使 意思是说人间真的是有几亿的魔鬼 不同的邪灵 大鬼小鬼 这个的确是有的 这个的确是我没有否定它 因为的确三分之一的堕落的天使 有多少数目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很多的 很多的 那就有一种呢 引诱呢 有一些人他就一直去追溯 哦 这个是什么鬼啊 这是什么鬼 这是什么灵啊 贪吃灵啊 贪吃鬼啊 然后滚来滚去的哈 然后什么什么鬼啊 死亡的鬼 这些我们都是很普通 常常都有讲的 那我也知道有的确有这一些灵 在控制着人 但是呢 有一件东西呢 我说回到平衡点 我们不应该把焦点 放在去追溯 去研究 还有多少鬼 那张椅子是不是有鬼 到最后呢 就是跟人间 民间信仰一样样的 这棵树有鬼 这棵桌子有鬼 或者说这个 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的做法呢 就会吸引魔鬼的工作 哇 弟兄姊妹呢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平衡点的话 我们一直把焦点 放在魔鬼身上 魔鬼的名字叫什么 所以有人告诉我说 哎哟 你知道吗 我们的教会呢 已经发现了 百多个灵的名字了 我说哇 百多个还不多 如果再这样子 不平衡下去的话 接下来呢 你的教会呢 就是每一点都去研究 这个花 这个灯有鬼 这个有鬼 这个有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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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百多个还不多 接下来可能会千多个万多个 那你要怎么样 那你每一天就要赶鬼了 每一天就要释放了 然后他们说 哎呀 我释放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释放上帝的炸弹 炸掉他 我从来没有听过 圣耶稣赶鬼 有用炸弹炸掉他 然后我要 要用什么 这是我乱讲的 用太空船 把魔鬼 载出去太空 Rocket 我告诉你 接下来就是可能 会有这么多的 好笑的事情 会发生 简单来讲说呢 如果我们 活在这一种的状况里面呢 我们的焦点 一直是放在魔鬼 只有一个不平衡点 我不要讲错跟对 我说 你已经不平衡了 那个不平衡就是 你把焦点放在魔鬼 而你没有把焦点 放在上帝的全能 你相信什么 就吸引什么 我再讲一次 你相信什么 就吸引什么 如果你挽卷 这一个路线前进的话 你卸放也捆绑 睡觉前也捆绑 你做什么事也捆绑的话 接下来呢 你真的是会经历到 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因为你相信 邪灵这么有能力 这么样有厉害 可以控制你 到这么地步呢 所以他就会来做了 你相信什么 你就吸引什么 所以如果你要相信 咒诅这么大能力的话 你不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切断了你的咒诅的话 我告诉你 肯定 肯定的 就是这些咒诅的力量 就会展现出来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呢 除了你相信什么 就吸引什么 另外一个真理呢 你授权给咒诅 让咒诅产生 他的果效和能力 在你的生命中 所以弟兄姊妹 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一定有证据出来的 一定有很多经历的 你一定会感觉到 晚上有邪灵 然后吃饭的时候 所以有邪灵 好像身体哪里都有 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你相信他 你授权他 我再讲一次 不平衡点在于 你相信魔鬼那么厉害 挟制你 控制你 可以追着你 你授权他 你授权他 他当然拿起权柄 就怎么样 就控制你 就追着你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今天 如果失去这个平衡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到 我现在要演给你们看 就是这样的一幕 基督徒呢 我们如果我们不平衡的话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一幕的实际的情形 就是说如果说 现在我这个 这是魔鬼 魔鬼看到基督徒 这么相信他 基督徒这么相信他 我再讲一次 基督徒这么相信他有能力 魔鬼当然有能力 但是基督徒你忘记了吗 你应该相信 耶稣的能力 早就把他打死了 你只相信前面一部分 他的确有能力 但是后面一部分 十字架 已经把魔鬼打死了 十字架已经打死了 所有的咒诅了 你怎么只相信前面一部分 而你没有相信 后面的十字架的大难 所以就好像 魔鬼看到基督徒 这么喜欢他 这么授权他 这么对他有兴趣 研究他 研究到日夜都在研究 然后魔鬼说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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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再来 然后魔鬼就在那边 一直笑 一直笑 他觉得说 哎呻 这些基督徒太好玩了 好玩 这些基督徒太好玩了 所以魔鬼就怎样 来 来 然后我们这些基督徒 就好像 我们拿着一个棍子 这样 使魔鬼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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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捆帮你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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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像疯婆 我像疯婆 然后魔鬼又说 来来来 追 再追我 追我 女人来 来追我 追我 是不是这样 每天 往游戏 每天追 就魔鬼跑 追这边 追那边 然后基督徒就这样 封主的名 出去 出去 捆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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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出去 然后呢 封主的名字 切断主宗 十八代咒诅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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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咒诅 不知道切了几千次了 还是切断 会像疯婆 殿下姊妹 你在灵界里面 就是这样 每一天 就是拿着一个藤条 就是用耶稣的名字 打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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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在这里 打他 打他 那 我要 讲的 再一次强调 我不是否定魔鬼的存在 我也没有否定赶鬼 我以前也是很会赶鬼的 我真的是很会赶鬼 不是吹鸟 而是 灵恩的牧师传道人 都被训练 很会赶鬼的 很会做释放的 但是呢 当我现在 神在 切开 祂不断地在恢复的时候呢 我开始明白了 一个东西的 我们过去 用神的话语 来赶鬼 当然对 愿敬拜 我们愿捆绑 用主耶稣的名字 这一些都是对的 很有能力 很有能力 但是呢 当上帝在恢复真理的时候呢 神又恢复了另外一把 更大的武器 更大的武器 这一把武器呢 早就已经在我们生命中了 就是我们 过去不知道 所以我们没有拿着把武器来用 那一把武器就是你的身份 那一把武器就是你的身份 弟兄姊妹 今天如果你知道在十字架上耶稣成就的救恩 给你的是一个喜乐的身份 给你的是一个健康的 大有能力丰盛的身份的话 你今天就不会像疯人这样 出去出去出去 祝主切断你 切断你 你就不会这样子做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喜乐的身份 十字架早已经给我了 我有的是那个得胜 我有的是这个权柄 我身份 我身份呢 就带给我这个权柄 我讲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我是丸子 还是公主 那么 我的国家的人 当然知道我是丸子 是公主 没有哪一个百姓不知道 我是丸子 我是公主 我知道我的爸爸是整个国家 最top person 最高的那一个人 他就是最有权柄的 整个国家 他只要命令一生 他都不用命令 他出现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要靠边站 所有的人都要尊重他 所有的人都要微笑待他 那么今天 我是一个公主 或者是丸子 如果我今天要上街 我上街去了 去走走 然后呢 半路呢 可能我遇到的 遇到一些坏人 遇到一些坏人 那么那些坏人呢 他可能 可能他在欺负别人 或者是他在欺压别人 那么当我出现的时候 我可能当下有一点点的危险 因为这一堆的坏人 正在欺负人 那么地生姊妹呢 我旁边有水 我如果是公主 我如果是丸子的话 我旁边满了都是副卫兵 都是警察 都是阿兵狗 我旁边满了都是保护我的人 我身上也穿了很多保护我生命的衣服 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些阿非仔 坏人几个而有任何的危险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我现在是王子公主 我旁边满了都是天使 在灵界里面 我都是天使 都是神的同在 神的保护 我走起路来 我走起路来 我走的时候 我不需要害怕这些阿非仔 我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害怕这些黑社会老大 当我在走的时候 我在地上走的时候 我遇到这些黑社会老大 在欺压别人 在欺负别人 但是当他们看到我出现的时候 请问我这个公主 要不要拿起一把扫把 打死你了阿非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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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做这个动作 我需要处这一种的力 我需要这样处仇献仇 我需要做反常的事 如果我做这样的事的话 卷起我的衣袖 卷起我的裤脚 然后就打他 打他 打阿非仔 打死他 打死他 谁叫你欺负人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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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这样子做的话 只证明两个东西 第一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我是全国家 最宝贵 最有权力的公主 或者是丸子 我根本都不需要打这个阿非仔 打这个坏人 我都不需要打他 我只要一出现 这些阿非仔 坏人 命都没了 都逃掉了 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谁 他们知道我是谁 我出现就代表我爸爸的全病能力在我身上 第一个 我如果这样子拿着棍子 一直打魔鬼 赶魔鬼的话 赶那个坏人的话 证明我不知道我是谁 所以我就会失去我的身份 就是匕首匕脚去跟那个坏人来对打 第二个证明说 我根本不认识我的爸爸有多厉害 公主不知道他的爸爸 国王有多厉害 所以他在半路上遇到这个坏人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爸爸有全国的全病 有全国的资源 有全国的发号司令的全病在他身上 爸爸一出面 一出生 这一些人全部都要灭掉了 所以为什么如果我是公主的话 我走在街上 我遇到这些坏人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出面打他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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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不知道我是谁 第二 我不知道我的爸爸有多厉害 所以我要保护我自己 我万一说这些坏人打我怎么办呢 那么亲爱弟兄姊妹 这个是第一个状况 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会发生的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那么我现在也顺便再讲一个见证 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看到伯特利教会 他们行使在身份的全病和能力里面的时候 他们行使在知道我的爸爸是谁的全病能力里面的时候 我这个见证我之前已经讲过 那我现在还要再讲一次 因为这个时候是非常有贴关系的 就是我有一次我在Healing Room服饰的时候 他们赶鬼 我是两年在美国时间第一次看到他们怎么赶鬼 那个被鬼扶的是中国姐妹 你知道最多这种事情的都是比较多是华人中国人 对不起 他那个鬼的展显很明显 大喊大叫 然后就在地上滚啊 躺啊叫啊 我就是那一对服侍他的人 然后呢 照我们的灵恩过去的教导和训练 就是开始 然后抓住他 抱住他 然后你知道我们会做很多很多aggressive的事情 当然也没错 我们要拼命的拼命的把鬼赶出来出去出去出去 这个都是我们所做的 我说没有错 你如果要这样子做也是可以的 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直躺一直躺 那个挣扎挣扎 然后可能我们 如果你功力大的话 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这个姐妹可能就会安静下来 就会得释放 这是我们过去的 帮助人做赶鬼都是这样子的经验 然后接下来呢要帮助他 不断地收复他 去走一段时间 那么 那一天我看到我的学姐们 我只有一个学姐 她赶这个鬼的时候 她什么事情我过去所做的她都没做 她就是自己跪在旁边 她就开始敬拜神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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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敬拜神 荣耀神 她非常的平静 她一点都不被这一个鬼符的人被搅动 激动 她也不害怕 也不激动 她就是一直在很平安 很安详的敬拜神 荣耀神 就是在那边尊荣神 当她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我觉得没有 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内 她就是过来 有时候就过来 按按这个人的头说 I release peace to you I release love of the father to you 她只有这么简单轻松 我示范平安给你 我示范天父的爱给你 然后她就专注敬拜神 她自己就是尊荣神 高举神 就不断地敬拜 然后久久就会再过来按一下 然后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这么简单 这么轻松 这么容易 这个姐妹呢 她从中国飞过来的 她当下就这么简单轻松 没有任何的那种激烈的搏斗 激烈的捆绑 激烈的咒诅 或者大喊大叫 连一声大声都没有出来 这个姐妹就这样子得识饭了 就这样子得识饭了 我眼睛真的是灯打 因为过去在我的信仰旅程里面 感鬼是 真的是不可小看的 要很多的经历 要很多的搏斗 很多的捆绑 很多的切断 这都没有错 我没有说错 我只是让你知道说 除了过去那种的经历之外 那种的教导训练之外 现在耶稣恢复另外一把的武器给我们 就是你的身份 就是你的身份 那位学姐 她怎么这么容易的 就把那个鬼赶出去 不是说她讲那一句话两句话 就那么有能力 那位学姐 她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她的能力和权柄 是来自于 她知道她的身份 她知道她自己是谁 Tree knows her identity Tree knows who tree is in Jesus 弟兄姊妹 这一把的武器 身份的武器 如果你懂得你是谁 你也真的懂得你的天赋是谁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得胜 保存平安喜乐的一把的钥匙 我们不是要每一天追着魔鬼跑 每一天担心说我还有咒诅吗 我还有疾病吗 我们不需要再担心了 所以这是第一种的状况 第二种的状况呢 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呢 我们会跌入在仇底的 惧怕的谎言里面 其实呢 仇底的工作呢 做来做去就是那几样 最大的武器呢 魔鬼最大的武器就是让你害怕 惧怕的灵 所以这段时间呢 可能在疫情 我知道我旁边有一些朋友们 或者是认识的人 他们会跟我分享 叫我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特别是如果你不小心 跌入这个惧怕的灵里面的时候呢 你就会很担心 我是不是中了COVID-19 所以一点咳嗽 一点发烧 就觉得很害怕 很紧张 甚至呢 真的其实没有发烧 也没有咳嗽 但是你常常会觉得口颅好痒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 常常觉得喉咙很痒 是不是有问题的 是不是早上去了市场买东西 不小心感染到 因为你就天天就觉得 很恐慌 害怕 神经兮兮的 活得非常的惧怕 没有一点的得胜而喜 然后呢 有一个朋友这样子跟我分享 他一直觉得说 全身都没力 他就觉得说 提不起进来 然后呢 好像呼吸困难 然后呢 这比较年长 呼吸困难 然后又没有胃口 然后就觉得说 我是不是有胃有 是不是有心脏病啊 有心脏病吗 然后呢 就去看了医生 这里的医生就说 没有啊 你心脏都很好啊 胃也没问题啊 然后呢 总是觉得呼吸困难 觉得透不过气来 起不及进来 是不是我 我真的是有胃癌啊 没有心脏病 有没有胃癌 然后呢 去走了很多 看了好多医生 医生都跟他讲 你都没病 你都没事 你就是没有病 检验出来没有病 但是他总是觉得 不舒服 他总是觉得 我好像有问题 我所以呢 然后呢 他就会跟他的家人说 我们 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 疾病啊 还有什么 咒诅还没有切断啊 是不是我们家族 还有咒诅啊 然后赶快地 为我祷告 切断咒诅 切断这一个 疾病的咒诅 癌症的咒诅 或者是什么咒诅 立刻就联想到什么 立刻就联想到 有没有咒诅 有没有上一代的东西 还没有处理好 或者是有什么 魔鬼的工作 在我的身上 立刻就开始 想这一些东西了 那么弟兄姊妹呢 如果 如果你 一直把椒田 放在魔鬼的作为 和魔鬼的工作 你旁边 魔鬼会做很多的事情 演很多的戏 给你看 然后你就追着魔鬼跑 魔鬼演戏 来来来 然后你就追着他 就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呢 讲到说我们 当我们一直 在惧怕里面 觉得自己有病 或者是有什么咒诅的时候呢 那我讲 Chris Valendon的一个见证 我们的PPT呢 要到最后一面 3.3那一边 那我就是 立刻牧师呢 上一次 上一个主日 有讲这一本书 就是这一本书里面 他有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 你就会觉得说 太神奇了 如果你一直害怕 你一直焦点 放在疾病的能力 魔鬼的能力 癌症的能力 那你很快就会感觉到 身体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 晚上又好像睡不着觉 浑身又没有力 然后你会觉得 越来越真实 越来越像 那么Chris Valendon牧师呢 他说在2004年的时候呢 他发现了 有一年的时间 他的大便里面 有血 你听我们每一次讲 他的见证的时候 他过去的背景 是很可怜的 就是很多的惧怕 恐慌 忧郁症 崩溃过几次的 所以这一个经历呢 他如果有这种反应 也是很正常的 不要讲他 如果今天是我 不知道自己身份的话 我也会跌入这一种惧怕里面 所以他说 一年他才逼自己去看医生 他不敢去看医生 他不能够面对现实说 医生说你有癌症 或者说你有大肠癌 小肠癌 他不敢 但是因为流血太久了 一年了 所以他逼自己去 跟医生做一个训练 那一天他到病房的时候 他说他坐在病房的凳子那一边 他说 他头脑里面就开始演戏了 头脑里面就开始想 想说 医生把它放在手术台上 然后医生开刀进去 医生一直摇头 这样完了 完了 完了 他在头脑里面 医生都还没有出来 他已经想完了完了 然后他头脑那个戏越演越厉害 他体肤要把腿跑掉 但是他安静自己不断地 calm down himself 帮助自己 然后医生出来叫他进去 给他检查之后 医生跟他讲说 先生 我们要你回来 两个礼拜之后再回来 我们需要给你做一个大肠切片 就是大肠切片 他就说 医生 我反正是小毛病吗 为什么还要做到这么大事去 还要叫我回来做大肠切片 医生说 你的情况可小可大 我们就是要你回来 他很害怕 很恐慌 然后他就回家了 你可以想象他说 他整个人都冻掉 因为他是非常惧怕的人 the spirit of fear 在他身上 他说第二天 他就跟他太太一起去到LA 去服事 去一个教会讲道 抵达那边的时候 牧师带他 那个教会的牧师 就带他跟太太一起去餐厅 吃午餐 然后边谈边吃午饭 然后他说就看到一个 就是服务生 服务生来服事他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那个服务生 满脸都是忧虑 忧伤 惧怕 他是一个牧师 所以他就问他说 惯性他 请问服务生 你有什么烦恼吗 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那个服务生 你知道他跟他讲什么吗 服务生跟他讲说 前几天 我的哥哥刚刚死于大肠癌 然后他说今天早上 我去看了医生 医生刚刚证实 我也有大肠癌 你可以想象到如果是你的话 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这位克里斯牧师 听到他这个服务生讲的时候 他说他整个头脑就 淡下一片空白 空白 头脑开始旋转 但是他是牧师 总是要安定自己 总是要有一个好的表现 他里面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rocket一样 惧怕的rocket 火箭这样 在里面一直打转 一直打转 但是他表面上还要安定自己 靠下来 然后他说我为你祷告 他也不知道自己祷告什么 他说他就这样子的 回到酒店 那天晚上服侍 他讲到讲完了 他就指挥服务员 不是服务员 现在就指挥那个招待员 为病人祷告服侍病人 然后他说他就像我这样子 站在台上 然后下面就有很多招待员 在服侍病人在祷告 他说就是有一个男生 男士 他说就跟他叫过来 叫他过来 这位牧师呢 他心里很不爽 下面那么多人 可以为你祷告 为什么要叫我 所以他很不 就是有一点不高兴 就过去问他 这样子 什么事啊 你要我为你祷告什么 你知道他 这一位弟兄怎么回应 怎么回应吗 他说牧师啊 请你为我祷告 因为我有大肠癌 中午吃午餐的时候 遇到一个大肠癌的人 晚上在服侍的时候 又是一个大肠癌的人 你可以想象他说 他的头立刻又一片空白 混乱惧怕 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撑下去 接下来的服侍 他说后来他就服侍完了之后呢 就回去 他说那一天主日呢 就是还没有两个礼拜之后 还没有去看医生 还没有去做那个大肠癌 那么他说他就那一天主日 比喻牧师呢 在讲道 讲完道之后 比喻牧师就说 我们来服侍 所以呢 他说感恩呢 那一天有五十 大概有五十多个招待员 被训练可以服侍病人的 为病人祷告 他说呢 也不会太多会友来 就是没有太多的病人祷告 所以他觉得说 他今天可以轻松一点 但是呢 他觉得说我还是 因为他整个满脑子里面 他说都是恐慌 都是惧怕 你知道他说 他那段时间呢 他可以突然间呢 可以想象得到 他的思想里面 就演了一部戏 他可以想象得到 自己的弹在棺材里面 他可以看到自己的战礼 然后家人为他唱什么歌 他的思想 可以想到这么恐慌害怕去 所以他说 他说坐在下面 他就决定说 为了帮助自己的思想 不要那么消极负面 他决定起来 去为病人祷告 所以他说他站在那边的时候 他说感谢神 他的那个一条线呢 只有四个人 他觉得说很好 只有四个人 因为还有很多人 都在为病人祷告 他就走进第一个人 问他说 请问你有什么病 要我为你祷告 你猜 这个人跟他回应什么 这个人跟他讲说 牧师啊 你为我祷告 我有大肠癌 他当场又混了 他说接下来 你可以想象到 另外三个人是什么病 你可以猜得到吗 另外三个人 也都是大肠癌 弟兄姊妹 你说 如果我们 不平衡的人 就是会说什么 我跟你讲 很灵 有咒诅 所以一而再 再而三 证明给你看 我跟你讲 癌症 是不是很真实 是不是很有证据 所以那些 一直拼命赶鬼的人 一直切断切断的人 他们就会经历到 像这位牧师这种的经历 很真实 你也可以做见证 你也可以印证 就是这么真实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捆绑 不断地切断 不断地追着魔鬼跑 因为的确实就是这样子的 当你相信什么 你就吸引什么 当你授权给癌症的时候 癌症就可以来恐吓你 挟制你 所以这位牧师 他说 当他自己走过这一个 两个礼拜的旅程的时候 他才明白 仇敌是多么狡猾 用尽方法 从真理 从牧养 从赶鬼 从各方面来控制 地生姊妹 来挟制我们 让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身份 让我们以为说魔鬼很大 上帝很小 奏主很有能力 耶稣的宝血 一点点能力 最后演变出一个信仰和神学 就是 我再讲一次 很大的魔鬼 很小的上帝 很大的奏主的诠释 很小的宝血的能力 你说这两个礼拜 Christmas 他所经历过的 是巧合 还是咒诅 真的有这么厉害 疾病有这么厉害 还是怎么样 弟兄姊妹 后来 他说 那一天 当他这么严重的问题 状况的时候 他说 那一天晚上 棒 他说 那一天聚会完了之后 竟然 有一位弟兄 这位弟兄 他曾经大肠发炎的医治 大肠发炎的医治 这位弟兄 过来为Christmas祷告 就是这样简单地祷告 一个弟兄 简单地过来为他祷告 Christmas祷说 当下他也没有感觉什么 也没有什么 电流 热度 都没有 他说 就是这样子 简单地祷告之后 他说 那一天晚上 开始 他身体 所有的 大肠出问题的症兆 就是流血各方面的症兆 一刹那间 就完全消失掉 我们派在荣耀 归给我们的神 一刹那间 就完全没有了 第二天 就是他去看医生 做那个大肠片 静的时候 Colonscope 大肠切片 他说第二天 他去看医生 医生给他做了大肠切片 医生说 你完全没有问题 你完全没有问题 你可以看得到 仇敌可以借着谎言 惧怕来挟制我们 让我们本来可能没有癌症的 就因为相信魔鬼的力量 相信癌症的力量 把自己 甚至授权给惧怕 授权给癌症 最后呢 头里就有权柄 把癌症放在你身上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不要再追着癌症 追着魔鬼跑了 不需要跟他玩游戏 不需要失去你的身份 用棍子来打死魔鬼 癌症的鬼出去 不需要的 你知道你的身份 你知道你的爸爸是谁 你的身份 你一出现 你的身份出现 癌症魔鬼就要离开 因为他知道 你知道 因为他知道 你晓得你是谁 他就立刻逃走 如果他知道 你不晓得你是谁 他就来跟你玩游戏了 所以你就在 就刚才像我表演那样 在街上拿着棍子 就打那个阿飞仔 打那个牌症 为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你是公主 你根本不知道 你旁边多的就是守卫兵警察 你根本都不需要动手的 你只要一出面 那个阿飞仔 牌症 逃自没命去了 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拼命地跟他搏斗 都不需要的 因为你是谁 你是公主 你是丸子 你爸爸是谁 你爸爸是全世界最厉害的那个上帝 他给你这个权柄 活出你的权柄 活出你的身份 你就可以战胜所有仇敌的工作 所以季孙子妹呢 我讲完了这两点已经要结束了 但是我结束之前呢 我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讲到 我们的身份带给我们是一个喜乐的 我们的救恩带给我们喜乐的身份 PPT就回到前面去 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 然后我们就结束 我们结束的时候 其他的东西呢 我就没有讲了 因为呢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救恩呢 这个是天国文化的价值观 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我去美国之后呢 上帝带领我从使徒性前进到天国文化的时候 这一个东西呢 是其中的一个核心价值观 The core values 这个核心价值观就是呢 我的救恩带给我一个喜乐的身份 一起讲喜乐的身份 我是一个很喜乐的公主 很喜乐的丸子 我不是一个每一天担心 还有祖宗咒诅吗 还有魔鬼吗 还有癌症吗 会不会有心脏病 会不会有胃癌 我是不是每一天要拿着棍子 封主的名字 赶紧出去 赶紧出去 每天我都很愿意 很压力 然后呢 很试身份的去 跟 怎么样 追着魔鬼跑 魔鬼演一部戏 来来来来 你就追着魔鬼 滚了 死魔鬼出去 死魔鬼出去 死魔鬼说来 来来来来 多一点来来来来 整个教会都被魔鬼追着 怎么样 玩游戏 再玩游戏 被他甩了 天国文化 恢复一个身份 恢复一个真理 我们信了主 我们的身份是喜乐的 我们来读这些经文 罗马书 罗马书呢 一八章一道世界 一起来念这个经文 一二三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因为是生命的 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包括癌症 包括咒诅 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圣的形状 做了十罪祭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 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感谢耶稣 在耶稣里 我们不再被罪和死亡的律 所挟制了 我们再来看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 一起来念一二三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她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戒绝死 败坏那长死存的 就是魔鬼 耶稣这里告诉我们 要戒绝死怎么样 败坏魔鬼 魔鬼给的就是疾病 魔鬼给的就是咒诅 所以已经败坏了 我们来看 我们如今已经活在公义 健康真理喜乐和丰盛中 我们再读一次 我今天活的是活在公义 健康真理喜乐和丰盛中 感恩 我们读罗马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夫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世 就是神的后世 和基督同做后世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 感恩 我们来看诗篇 我们来看诗篇十六章十一节 它说什么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来 基督徒们 耶稣给你的是喜乐的身份 福乐的祝福 所以你应该每一天是很喜乐 很高兴 天天可以怎么样 享受日子的 感谢主 不要再一生一归了 有癌症 有生瘤 有咒诛 不要再追就魔鬼跑了 享受自己去喝杯咖啡 吃一碗干碗面 跟老婆一起享受你的生活 这个就是耶稣给你的喜乐的身份 福乐的生命 最后呢 我们拥有一个新的身份 就是神家中喜乐的公主和丸子 所以祝福弟兄姊妹 今天呢我希望说呢 你看到咒诅和喜乐的身份对比的时候 选择活出上帝给你的喜乐的身份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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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